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家图四壁胡思乱想 今天换一个地儿咱家图四壁 是吧 反正不是形容会参加 那么还是节目开始之前咱先打广告 我不知道这期节目咱到时候什么时候能上 反正如果是6月18号之前上的话 那我就提醒各位 6月18号那天 咱们一块去辽宁省博物馆玩 然后欢迎大家去那个询记讲堂那个公众号 扫码报名是吧 或者是你去翻前两天我发那个帖子 你去那报报名就行了 那咱言归正传 就是说什么呢 最近乌克兰不是开始反攻了吗 然后就说这个要反攻 然后问那个泽连斯基 这个特鲁多 对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访过乌克兰 然后和泽连斯基聊过 然后泽连斯基好像说透露了一点 说我们要开始反攻了 但是没有说更多 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乌克兰的那个官方啊 也是有这个新闻发言人 就说着这个 也是说开始反击 但是没有说更多 就是呼吁 呼吁大家 不要相信 俄罗斯军队的宣传信息 不要相信普京 然后 乌克兰的这个国防部啊 他说这个俄军呢 不断的在宣传啊 乌军在战场上失败的信息 这是为了打击乌军的士气啊 提升俄军的士气啊 因为因为俄军需要士气嘛啊 所以是建议大家就不要去相信他们的那个屁话 是吧 然后 另外呢 就是说乌克兰军队在巴克木特 他的进攻很快 在乌军的一些视频当中显示说他们已经进了城区 不过呀 这视频还需要去核实位置 然后呢 像这个 另外像前阵子俄军炸了那个 那个水库啊 对那水库赫尔松州成了水乡泽国 现在赫尔松呢 也有了退朝的迹象 反正 俄罗斯军队啊 世界第二的军队 也就花了一年的时间 他就从进攻者变成了防守者啊 对吧 还敢妄谈胜利 俄罗斯军队啊 就是个笑话 不过啊 这乌军的进攻其实呢 不是一帆风顺 前几天就出现了不少关于战场损失的图片和视频 那乌克兰的鲍尔坦克也出现了损失 俄军 扎波罗尔前线方面的司令官啊 就是说至少有四个乌克兰的营朝他们发动进攻 那么俄军也知道这是乌克兰人的必经之路 于是在此布下了大量的地雷 这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啊 哪怕是鲍尔甚至于说是更先进的坦克 在地雷面前也没有什么太好应对的办法 那从视频中的也能看到从视频的图片中也能看到两辆 鲍尔A6和两辆M2啊不是两辆是很多辆M2不应战车 受损 舱门还开着 估计是这车辆受损 然后成员就汽车逃生了是吧 另外还有几辆汉马扫雷车也被遗弃在战场上 估计都是在雷区触雷受损 那俄军借此机会进行集火 最后这几辆残骸就成了俄国人的战礼品 不过话说回来 这批坦克受损失也在情理之中 战争啊不可能不损失武器呀 哪怕是美国打伊拉克那种碾压的局面 那么美国海军也在空战中 被伊拉克的那个米格25击落了一架大黄蜂啊 你更别说现在信息化现代化水平 都比美国人差不差得多的乌克兰 然后对手呢 是比伊拉克人强得多的俄罗斯军队 你这个这个你这个乌贼呀 就是像我这种乌贼乌孙乌友们 也从来也没吹过泽连斯基 什么霸气外露真男神 什么希尔斯基扎鲁日内一战封神 那有损失呢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啊 那鲍二啊 他援助给乌克兰就是用来上战场的 又不是用来说什么援助乌克兰 然后下伞生蛋的对吧 乌克兰好歹面对的也是所谓的第二军事强国嘛 他不是什么陆林土匪呀啊 你说俄罗斯连摧毁鲍二的能力都没有 那岂不是连胡赛武装都不如了 那么另外你像那个我印象当中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我军啊 解放军啊 这基层部队他评价就是新服役的那个一武士坦克 就说过 说这个呃 呃这个坦克呢 就是要在基层部队进行高强度的训练的训练三个月 才能有基础的战斗啊补给保障维修这些能力 那这还是这还是自家坦克 然后就目前看到的啊 这个就是第一批鲍二 那大概是呃一月份二月份时候到的 然后这么看应该是呃形成基础战斗力以后啊 就直接拉去啊参加这一轮攻势了啊 其实坦克损失真没什么的 然后鲍二炸一台也就炸了 战争之下嘛 那武器本来就是这个消耗品 只要能够补给维修 甚至说再生产 那武器装备损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说白了就是呃 二月份 到的爆二就十八台 很难说能算什么巨大的损失 那毕竟这个这个呃 就就就是就是一辆坦克嘛 那俄乌战争以来 那双方被击毁的坦克 加起来上百台总是有了 就这只是充其量说也是乌克兰一次失败的进攻而已 无伤大呀 坦克终究是兵器啊 处雷就会瘫痪 被直接命中就会汽车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当然了那个我这个口吻呢 还是乌孙的口吻 对吧 我还在为乌克兰那个这个受损失洗地 所以呢 这好话说完了 我就得说点难听的啊 这乌军在进攻当中损失了这些坦克 那也就是说 那这些坦克残骸啊 对吧 它是仍然处在俄战区之内 所以拖回来修复这可能性呢 不太大 基本上可以认定为永久损失了 那么从鲍二这次进攻失败 也能得出一个观点 就是瓦格纳 之前在巴赫木特对乌军 长久以来的那种轮战 几乎是抽干了乌克兰军队的机动兵力 那以至于说 从12月份到6月份 乌军基本上没有能力 在其他任何的方向上 发动那种战役级别的攻势 那其他方向的俄军 也就借此机会 得以抽时间来构筑防线 建造攻势 然后埋设地雷 那么这次鲍二坦克损失的视频来看 就是因为这个坦克成纵队 一字长蛇阵 那为什么说他要摆出这个一字长蛇阵呢 因为乌军的扫雷设备不多呀 所以这个只能是扫雷 扫雷设备扫雷一条比较浅的那种道路 然后后边的坦克就是鱼冠往前走 这一字长蛇阵 所以呢 你有这种一字长蛇阵 然后你再加上这个什么触雷受损 最后被炮火覆盖 那就是那那也就说得通了嘛 所以那扎波罗热地区呢 其实现在来说是一个非常难攻的地区 不过啊 这乌克兰呢 是施支东宇收支桑鱼 他们已经夺取了那叫大诺沃西尔卡 大诺沃西尔卡 这是一处连接克里米亚铁路运出的交通枢纽 原本呢 俄军在此部署了五千人马组成防线 但是由于军纪换散 他们一天都没守住啊 你那句话讲的好是吧 就是五千多头猪啊 这乌克兰军队一天打一天也打不完 但是五千多个俄罗斯士兵啊 在那守一天 他就真的是守不住啊 那么无论接下来进展如何 在这次乌军的进攻没有战术进攻啊 没有结束之前 任何所谓的结论都是猜想 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次战术进攻的行动后半段 那么乌军会不会变得虎头蛇尾 然后被俄军反击得手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俄军一直被乌军的打击压制下 后退 然后结束这次行动啊 那么假如乌军这次主动进攻啊 这个战术行动成功了 那会极大鼓舞乌克兰军队的士气 打击俄国军队的士气 给俄罗斯国内啊 就是国内更多的反战声音提供理由 那么到那时候 俄罗斯可能会有多股势力参与最后的吃鸡大赛 从网格纳到自由俄罗斯 谁都比普达地更有发牌的资格 那么更重要的是 能让欧盟国家对乌克兰的政治军事能够持续下去 让美国对国内美国政府对国内有所交代 因为如果一直进行军事援助 然后看不见成果 这是无法延续下去的 在西方的那个政体当中 如果你没法给民众一个交代的话 那就会让政客们失去选票 2024年美国即将迎来下一次大选 当前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政策 不会随着大选有所改变 当前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政策 会不会跟着大选有所改变 这个还不得而知 唯一能对此产生影响的 只有乌克兰自己 那么假如乌军这次行动 主动的战术行动啊 是虎头蛇尾 最后被俄军反杀成功的 那么乌军士气低落 更重要的就是说 会让欧洲认为这样支持乌克兰 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那只能如果这么做下去 只能说是拖累自己的经济 打击自己的经济 得到一地鸡毛 那到时候可能说 会得到一个每一个希望 看见正义的人 但是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 明白吧 那么这一次反攻打垮俄罗斯 当然是不现实 但是通过战场上 让俄军一再的失利 付出巨大的伤亡 让俄军内部产生裂变 就像1917年的一月那样 不是那个二月那样 对吧 这是可能的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乌克兰支持的俄罗斯自由勋团 和俄罗斯的什么志愿兵 一再攻入俄罗斯本土的原因 这都是在 这都是在为俄罗斯内部的裂变 来加财 来添火 那瓦格纳集团的头目 普里格金 他也表达出来对俄罗斯出现 类似那种1917年革命的担忧 普里格金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 可以说要比俄罗斯国防部的那帮人 要精准的多 这其实是源于俄罗斯的传统 俄罗斯那是尊宠什么蒙古的传统 臣服强者 但是强者一旦落败的话 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都是会被抛弃的 就像是尼古拉二世那样 一个成为世界上第二军事强国的国家 一个作为联合国武偿的国家 然后你依然把社会达尔文 刻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也真是可悲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 只能说这俄罗斯人民呢 实在是太倒霉了 那总之 从乌克兰发起反击到现在 乌克兰官方呢 是始终保持沉默 对此啊 包括我在内 各位乌贼乌孙乌友 也要沉住气 不能说今天报二的损失无所谓 那因为没有谁能保证乌军必胜 但是你说如果看到这几台坦克被摧毁 然后就是前线没有捷报连连 没有一小时22分钟打穿防线 然后就就说这个整个决策不对 质疑那种就是前方啊 身经百战出身的将领 而不是那种焦合板出身的职业军官的指挥 你质疑他们的指挥 那就没法打了啊 战斗的核心呢 不是为了发大本营的战炮 不是为了洪柳秀开心 更不是为了让支持者们坐地排卵 而是为了胜利 所以呢就在这希望各位乌贼呀 要以俄孝子为戒啊 保持理性和冷静 好吧 那行了 关于这个乌克兰的反击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